快快 真热呀 好 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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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叫你媳妇吃饭 那你去吧 我让你叫 我不去 我吃饭呢 小凡啊 吃饭了 你爸送我汤呀 妈都给你热好了 快点 衣服 没人了 儿子 屋里没人了 行了 别已经一炸饭了 来 来 你自己看吧 没有 刚炸的豆浆 热的 你就在我这安心住一下吧 别心烦了 快 吃热喝了 我告诉你啊 以前啊 都不觉着 我结婚以后再往前一看 那一段段 全都闪烁着快乐的光芒 每天都高高兴进 风风点点 自由自在 每天都高高兴进 可如今 你干嘛 老婆会电话 不接 那我回你接 不接 她不接这电话 今天这回费那么大劲 熬得中药 喝不了了 我不知道这小韩伤得怎么样了 你说你当初还埋怨我 王雨铭没跟她去 这要跟她去了 不得跟她一样吗 我知道啊 你们男人都同情弱者 你说现在小韩吧 她是弱者 咱依凡就应该比她更弱 如果一帆还是那么强势 那肯定是就等于把 把雨铭往她那边推 是不是 一帆没有小韩强 她那是要强 这回雨铭啊 算是伤着人家心了 你 你也了解你儿子 如果小韩病成这样 咱愣不让她去 她肯定不乐意 可是咱要是让她去了 这事要是江一帆知道了 我想那麻烦可就大了 又离家出走了 我接你勾过了 为什么你现在有好多事 都不跟我说了 是不把我当姐了吗 小韩强 你现在 我的事你先别操心 姐不啰嗦 找你来就说一句话 说完就走 如果日子还想过下去 就别逃避 学会直接面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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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会这样 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肯定是站不起来了 你告诉我 我还有希望 有 你有希望 你骗人 我自己的情况我自己知道 别要死不活的了啊 给你一个画背图为力量的机会 启明公司的产权纠缝案 启明 我实话告诉你 这个我是真舍不得给你啊 太有代表性了 你知不知道 有多少人在盯着呢 这个要是做好了 一炮走红出名了 黄老大 我知道你用心良苦 你看我现在这状态怎么接着安静 就是因为你这个状态我才给你的 一炮 一炮 有些事情不是想就能想清楚的 你是成年人了 你说小韩那样他们俩能怎么着 只要他们俩没有走出实质性的一步来 你就下不了分手的决心啊 不如走一步看一步 你先调整你自己 我相信你能从工作当中找到力量 先把其他的事先放一放 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到时候回过头的 你再一看你和王雨明的事 没准你就能处理得更好 机不可施 施不再来啊 黄老大 你难得这么认真地跟我聊我个人生活问题啊 谢了 你说我要认真起来 是不是比马静和赵阳都靠谱 太靠谱了 我不会去劝他 就让他先住在马静内 实在不行啊 就回家来住 上回 依凡做完手术我就跟他说过了 要再这么受气的话呀 就跟他离 您冷静点行吗 依凡这好不容易才嫁出去 您怎么能劝他离呢 当初您为了让他结婚费了多大心思 如果他要真要离了 您比现在还得急 那就先一日过呗 来 您能不能别那么专职啊 在学校里您是江校长 在家里这么多年 您都事无巨细管着我和妹妹 但是我们俩现在已经长大了 有很多事情就让我们自己去做主吧 您该放手了 又如果妈妈在的话 你说完了没有 妈妈不会站在我这边 走坊站的钱打回来了 少都忍站的那儿钱也快打回来了 对 这小钱啊就算是进账 那公司运转的问题就算解决了 不是 咱也不能总结一些 养家糊口的小活啊 要养银行啊 网络支付这边 咱得想想办法 你说这问题呢 我也在考虑 可这事呢咱不能着急 大活呢咱现在真接不着 小活呢不能停 什么都得干着 公司呢 毕竟还得运行下去 我听说 嫂子搬到马京那儿住去了 你还挺关心你嫂子 你别有点贫 我是不是关心你吗 行 关心我是吧 您关心我要不这么着 你给我呢指个方向 给我画条名单 方向还得靠你自己把握 我就给你提个想 过去的你就让它过去 你不能拿过去来折磨现在 你看你那熊样 想想你公司叫什么名 这段时间我攒了一点 拿着吧 这张卡里的密码是啊 依凡跟她姐姐的生日 老叔你别忘了 把这个钱呢交给玉米 我感到你会和我一起去 那是要让她来来 你不在家 我来的眼睛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你不在家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你不在家 我来帮你 你不在家 你不在家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